薄熙來勾出人大,沒有勉勉死金牌 他昨日被全國人大常委會罷免了人大代表資格 同時剝奪他享有刑事擴免權的勉死金牌 代表他單案即將進入司法程序 早前有消息更指薄熙來的只是親屬 也收到當局警告不准幫薄熙來請律師 但曾經受薄熙來愛母委託的李昭林律師說 至今仍未向當局登記 也預測不到薄熙來愛何時開審 有重慶律師說單案剛才進入司法程序 之後還要經過偵查、起訴和審判等過程 再加上預料北京不會輕率處理 所以估計最快明年才會開審 但亦有黨內人士說 中共有可能想速戰速決 不排除在十八大前提前審訊政治敏感案件 惡社張立凡同意中共有能力開快車 但他們會顧慮到提早開審 可能會引起公眾輿論 從政治局決定雙開以後 其實他的生命已經結束了 連同他好像一隻被廢棄的旗子 在一起 在一起 在一起